哈囉各位 有沒有看過 半豆嗎 其實小時候啊 還有安生的爸爸就很喜歡 半豆 就是很喜歡吃這種半豆 然後今天呢 是回娘家 今天我們就 就是要來吃半豆 而且很酷的心思 在一個 那個土地公廟 吃半豆 超酷的 我覺得半豆是台灣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 他是非常 有人情味的 一個用餐 的體驗 我們 看一下 看一下 大家看這個 超脆超的 你看有鮑魚 然後有 這個 蝦 蝦子沙拉 然後還有 這個 炸雞 春捲 這個 這個叫什麼雞 你看 你看 這個 這個 步步也另外長 你看 你看 然後 這裡有 油版 這個很重要很重要喔 然後 通常呢 這種 反豆呢 就是那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電影的中後拍 對 就是會 直接到現場呢 就有 就有 他們通常會自己 因為很多時候在路邊嘛 他們就會自己帶一些像 蒸 蒸氣阿 或者是炒台阿 等等 就是都可以 就是都 都 現場就可以製作美食 然後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反豆呢 最棒的就是 有 這種 這種 大家有沒有用過 這種 杯子 一條一條的 像這種 粉紅色的杯子 通常都反豆才會出現 一般 比較不會出現的 一般都是 那種白 透明阿 或者是 那種 怎麼講 透明或白色 可是 只有板豆會比較 纖維那種粉紅色 吃板豆 哇 板豆 第一次吃板豆 你等一下會看到那個包子 你會超喜歡 什麼包子 這麼好吃 他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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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壓壓的包子 壓壓壓壓壓 壓壓的包子喔 噢 噢 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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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飲什麼 噗 噗 噗 一樣 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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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